电线对接别再用这样对接了 这样对接上之后呢 我们轻轻的拉 那对电线就脱落了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两根电线我们对接的时候呢 用这种方法直接扭在日子了 那这样扭在日子就会脱落 我们来看一下 日根电线呢 比较长 日根电线呢 比较短的情况下 我们该怎么样对接 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方法 我们电线对接呢 学会用这种方法对接 不管怎么拉都不会脱落 把这个线皮呢 我们给它稍微拔在床里 然后再把它呢 就拧一下 那日根线我们做好了 另外的日根线呢 我们也把这个线皮呢 把它拔得稍微长一点 然后也是这样来拧一下 好了 现在我们把这两个线对接的时候 大家看 直接不要这样对接 这样对接上呢 它就不会 它就会脱落 那我们首先 把这线呢 拧一下 在这个字方呢 拧一下 然后我们直接呢 这样来拧 那这段的线呢 我们拧到这段 这样对接上呢 它就比较老过 我们来拉一下 大家看 不管怎么拉 那它都不会要脱落 大家看 线皮被拉长了 但是这个线呢 它就不会脱落 这个接头 它不会松开 我们再来实际呢 拉一下 大家看 这个线皮直接被拉长了 但是 接头 不会松动 不会脱落 我们接线的时候呢 首先在中间打一个结 然后再把它呢 这样对接上 是比较牢固的 分享给大家 上网对待也有所帮助 如果你有不同的好方法 可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日起来焦虑学识 我们下评论区留言